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里是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录制的节目 与幸福有约 我是主持人吕杰 今天我们的播音室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多伦多佛光山寺的住持永固法师 顾师傅 您好 吕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今天其实已经到月底了 十月的月底 对 离我们下个月的宿宿真的是不远了 从大概是召开佛光宿宿记者会之后 尤其是我们就配合这个场地 做一些布置 就感觉那个氛围就特别的浓厚 再加上你看今天马上要有一个节目组的一个总rehearsal 总的汇报演出算是 对 我相信到晚上 这个当然没有对外公开的了 那么我们这次别出心裁 这个别开生命的这个节目 可以讲应该全世界就这是第一个有这样的安排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吧 对 而且我的我要想说一下 就是说呢 我也直接参与了这个节目的设计 甚至是演出 那么对我们所有人来讲其实是个突破 而且人员也远远超过上街 是 很大的突破 对 我们可以透露一点 哪一点呢 就是一般 当然了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今天一开始 其实我们这个单元叫阅读人间 那我就想那我们就来阅读佛光树宴好了 那么我先讲这个树宴呢 因为三年才举办一次 那既然叫树宴 当然就是要请吃饭咯 但这餐饭呢 还得是要有这个餐券 要购买餐券来赞助 那我们这个筹了款 它是一个筹款的餐会嘛 用到哪里去了 还有就是说 除了吃饭以外 看节目 节目以外呢 还可以看到我们整体的 都是由义工 发新一起来设计的 你也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这个设计 整个花艺啊造型 那另外 还有很多人期待 要看的是说 就是很多的义脉精品 我们也花三年时间 然后它不是上山下海 它是我们云游四海 去把它收集了来 所以各国的各种的 丁丁种种 很是吸引人看 所以大概这个活动呢 就跟一般在 比如说你去一个宴会厅吃饭 你去哪里看表演 你去哪里参与一个活动 你去哪里布施行赛 其实它都不是单一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组合起来的活动 对 所以我真的也借这个机会 让听众朋友们也知道 所有这一些都是义工 我们佛光山佛光会的 这个法师啊干部 跟所有的义工 然后从零开始 然后每一年都想着 要 能不能超越以往 我其实也 现在还不能说嘛 对 但是有别于以往的 那一种那种用心 那肯定是的 我想就是说 其实佛光山 历来办那么多活动 每次活动都表现出了 它应有特色 以及一如既往的高水准 但是我想说 素艳其实是极大成者 于一身 各个环节 各个细节 你都能看到 佛光人的这个应有表现的水准 以及他的精神 是 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他 除了说他的筹款 让我们未来三年 要取之于社会 就用之于社会的 这些善款 我们有一个着落 那另外 就是刚刚吕杰提到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 佛光山佛光会 所有的活动 一个极大成 所以在这里 也可以看得出 就是 这义工啊 佛光会的干部啊 大家 也是一个自我挑战 没错 然后再加上是一个集体创作 那大家怎么样在这个磨合之中 慢慢的 就是加强了那种合作的团队精神啊 那种 对于那种 我觉得是一个对 就是挑战的那种精神啊 对 还有默契 团队默契 都在这个时候会去加强它 所以也是对我们大家来讲 是一个试炼 对 而且对我们义工来讲 我觉得 就是想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每次好像到极限了 可是到了下一次发现 哦 还有更高的极限 每一组都在挑战 对 那么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个人来讲 也是一个挑战 那么 各组都会问我要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或者说定出一个方向也好 一个高度也好 我自己要很谨慎的 因为这个是大家共同成长的一个契机 一个刚刚讲的很好 极大成的一个活动 对 我记得上次就是王伟师兄啊 跟我说过 说其实三年前的夙验 经过那一次后 我觉得我们义工之间的感情更深厚了 大家更close 这个是我们很期待 然后 但是又很很谨慎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因为他确实是 每一组都要挖空心思 就想办法用最上的 最极致的供养心 去做每一组的一个呈现 对 所以我这样讲 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们 可能也会很想来看看吧 对 但是说到这里呢 要很遗憾的说 那截止到目前显然是 票是不可能有了 其实两个月前就告急 对 有的知道的人 其实一年前就已经在排队 没错 就说到时候要留 那以今年来讲 个人的票很难买得到 因为大概他们都有经验了 就一些朋友约好 直接买一桌的 对 所以很快就没有了 对 我不得不说一句 这个票价真的不算贵 真的 真的是 所以说单个的票一出来 肯定就抢完了 因为这么多可以去欣赏啊 品尝啊 全方位的 全方位 这个也是我们要更加 怎么讲 眼看着就是在半个多月 我们的书宴就要呈现 那么我们会更加的 在这个最后充斥的阶段 各方面呢 你像节目方面 我想吕杰这边是很有把握的 希望是这样 我们现在话不能说嘛 但是呢 我们会让大家有惊喜 是是是 我说我只能透露 就是说它不是一般的 比如说 这时下有一些歌曲很有名 或者是大家记忆中 共同的名曲 民谣 这些都不是 是可能讲你是没听过的 对 然后一首歌曲呢 又要像 类似像那种歌剧 那种把它表现出来 那我实在讲 我们所谓义工都不是专业的 对 但是要把它 这个水准把它提高到专业的水平 真的是 我们不是专业 但我们很多人才 这是真的 对 那说到这里 不得不说我们这个节目组的组长 夏容老师 其实从以前 带我们佛光山合唱团 就能看出来 本身我们其实都不是专业的人士了 可是出去 但是出去大家都是会感叹 佛光山的这个风貌 这个水准真的是在哪里 是 对 大家还是很用心了 节目以外 我看那个布置主这次也是很挑战 对 也研究了很多的方案 之后定这个方向 其实中间还是有些难度要克服 但是我想布置 这次我们把布置跟节目是做了一个 有某一些桥段是它要有一些连接互动的 那么有一些惊喜我就不用再说了 所以说的确是这次就是说 我们只说如果只说节目的话 其实节目已经不是说只是一个节目组的问题 而是要跟别的组要很有协调的这种配合 包括舞台灯光 灯光啊音响啊 这个舞台的这个设计 包括四仪是怎么跟我们互动 我们听众朋友们会不会以为 我们在哪一个什么很大的歌剧院在表演 其实不是 就是在我们多伦多佛光山的五官堂 就是平常是我们在这个地下楼的这个 很大的一个大灾堂 那到时候就要变身 成为一个高级应会厅 所以我想了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说 讲半天我又买不到票 就像现在还有那个表演学生的那个家长 家长在说 他们一些家长想来 他们可能是不太了解 其实书彦 我就说两个月前都告急了 我们秘书长有时候 他都说他都躲着都不敢接电话 那当然用餐的这个 这个饮食还是一个主角嘛 那这个当然我们点座主 就是烹饪这一组 再加上行堂 也是他们 即便到现在他们还要找到当即 最适合的那个食材 就同样的食材 但是他要怎么找到是最好的 所以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弃说 这样就很好就可以 他们没有停止一直在要用最好的供养 这个也是敬请期待 那倒是那个衣麦瓶 我觉得其实吕杰是有看到 对 我是先读为快 因为特别是那个live auction 要选出这六件最主要的这个义麦品 有一些在选的时候 本来是到场的收藏品 所以要把它有一点像割爱这样子 又觉得要很有分量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要很有分量 又又真的要割舍的 那大师的莫保 这个是压轴 本来我是都不想再拿出来 因为大师的字现在 就是说你要能够收藏 就真的要看缘分了 没错 那么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三年一次 刚刚讲集大成的这个大活动 我觉得还是要请出大师的字来 那这个怎么讲 帮我们作证 所以也不得已 真的是这个真是很万分难舍 选出了两幅 两天嘛 我们就11月18号跟19号嘛 各用一幅 各用一幅 我们这会编号的看看是 哪一位善心人士请去了 到时候我们要知道哪一幅 在哪一幅人家 对 有缘者得知 是 那如果日后我们有要有什么展 我们要借展 那还有的追寻 这样借一下而已 总是觉得大师的莫保 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了 放在家里头 有时候借出来 结个缘也很好 对 那另外像 我在 Quebec那边有一个艺品店 看到的那个 来自巴厘岛的一个艺品 那个也是 也是万分不舍 但是觉得它很有分量 对 而且那个材质也很特别 是 不过我想大家 说你用餐不一定能够来 但预展的时候可以来 对我们预展是什么时候 预展呢 下个星期六日 这是 11月4号 就是连续两周 11月4号5号 跟11月11号12号 就这四天 那预展的时候 如果有朋友说 有兴趣可以请吗 还是怎么样 我想分三部分来说 Live Auction 那就一定是用餐的时候 对 公开 就要投标的 现场拍卖 那这是动态的 动态拍卖 有六 每一天 就两天嘛 每一天 有三件 所以一共有六件 那另外有所谓的 Silent Auction 就是静态拍卖 那静态拍卖又分两种了 一个呢 就是叫一口架 所以预展的时候呢 因为有一些人 他不能来用餐嘛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播出一部分 是他来了 他也很想支持我们的 我觉得我们很 很有信心说 我们很认真在 为大众做事 所以有些朋友 很想要支持我们 那么就是有一口架 就是说 他这标好架 你就直接买走的 也有 那另外呢 有比较三分之二的 这些静态拍卖品呢 它是要竞标的 那么当然是高架者得志 所以一定要去参加素养 这个又谈到另外一层问题 不过我想我们 应该要先中断一下 待会儿再来回答复杂的问题 好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财富并非永久的朋友 朋友却是永久的财富 爱惜自己的福报 就是珍惜自己的现在 广结人间的善缘 就是吩咐自己的未来 万人广修界定会 千家长明日月灯 消灾严寿常欢庆 增福尽得大地春 敦多府光山将于10月29号星期天 起见药师法会 祈求药师流离光如来 护佑您何家 消灾严寿 福会增长 功德回向国态民安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即日起接受点灯功德登记 详情请致电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上网查询 三个W.FGS.CA 观音菩萨 妙难愁 清静庄严 累劫修 牵出祈求 牵出印 苦海长座 渡仁舟 为庆祝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多伦多佛光山将于11月5号 星期天早上9点半至12点半 举行大悲惨法会 祈求礼拜广大灵感观音菩萨的功德 增长佛会 风调雨顺 和家平安吉祥 查询法会相关资讯 欢迎致电多伦多佛光山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上网浏览 三格w.fgs.c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再次回来 那上半段顾叔叔最后 讲到一个这个关于 意脉品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没想到 展开来好像很长 所以我们就延展到下一段 这个呢也是每一届 就我们每隔三年举办一次嘛 那我比较会听到的 比如说有人讲 我要跟你买餐券嘛 你们就说没有 但是呢你那个是现场要竞标的 对 那我怎么知道 我已经写了 我怎么知道 这个我到后来有没有得标 那有一些人呢 他就说哎呀 我就是结个缘 谁缘 我都写了 后面有人高过我 那就随他去吧 有些人他态度比较 就说没有关系 那有些人他就觉得 哎这样东西我势在必得 他很想要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通常呢我们就会建议说 你能不能在这个 就是说在义脉的义工那里 或者是说不是义工 就你认识会来参加的 会在所言的 佛光人或者朋友会来的人 然后你委托他 不能委托工作人员 我现在记得了 因为工作人员呢 他要保持客观 超然的立场 他不可以 就是私下专门帮谁 这样 但你可以委托你的朋友 来帮忙 那通常这个是比较单纯的 一个解决方式 那在现场他有 这个付现金 也有刷卡吧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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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原则上是这个为主了 那有支票的话 还得要有你认识的人帮你 先 因为我们怕 如果很熟认识的 OK 怕有些不认识的 对 那他给你随便写个价 到时候人不见了 对 这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这个 抽款 是 对 所以要确保这些要落实 这样 那我们也曾经遇到过 就是说 是 life auction 他 有心要赞助 他也觉得 比如说 你像我们这一次 还有两串 很特别的念珠 一串呢 是新定和尚 送给我们的 那另外一串呢 是 绝培法师 他送的 定和尚就大家比较认识了 绝培法师呢 可能还 大部分的人还不知道 那么听自辈 以为他是晚辈 其实不是的 他是佛光山 非常重要 非常了不起 我非常敬佩的一位 这个真的叫大比丘尼 他现在是我们 国际佛光会 世界总会的秘书长 那么 也是全球 人间佛教读书会 有两千多个读书会 他就是 整个的 这个带领人 他去推动 那包含推动 人间佛教 这个思想研究 他的能量之大 我都觉得 这真是菩萨在来 我跟他谈起 因为本来呢 我们这秘书长的 因为我是 我们美东地区的 副秘书长 他就问我说 十一月中啊 能不能代表总会 去一趟巴西 有一个什么什么活动 我就说 哎呀 我刚巧 就是我们三年一度 最大的活动 我当时还不知道 叫做集大成的活动 我就说最重要的一个 怎么怎么的活动 我确实是走不开的 那他一听到啊 他说 哦 你这个有要筹款 要义卖啊 他说人家供养一串的 那个好大的水晶链桌 一百零八克 好大一串 哦 我看见过 是哦 对对对 底下 对对对 那个不是一般配挂 你就是身高两百公分 你都带不起的 对对对 那个是收藏级的 嗯 你要那么那么精盈透剂 那么纯 那么一样大 啊 那么大 要那么大啊 一百零八克 那个是真品了 对啊 那么嗯 他二话不说 他他讲的好轻松 啊 你等等我 明天明天啊 我过来 我就呃 这个带过来给你 就这样子 这么的无相不失 呃 像丁和尚也是这样的 是 呃 丁和尚说 你要做那么多事情 呃 你要一脉 我跟你支持 其实上一次 丁和尚不是 捐给我们一串 那个啊 水尘木的 对 那个念珠嘛 那这次当然是不同材质了 呃 那上一次是真的捐给 我们转回去给那个 那个丁和尚再盖 泰国的泰华士嘛 哦 当时 那这一次就不是了 就是完全用在我们本地 呃 丁和尚说 你要留在当地 你们要做好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每一样 这这些都是真品 而且这些都是大修行人 大菩萨的 他们所呃 在呃 收集的 就他们本 就他自己的 哦 那像这一些 哦 当然我有超一部经 哦 那么总是 呃 有一些人他就说 哎 我这个对 Live Auction的 啊 这些真品 啊 那么珍贵啊 呃 曾经啊 过去就遇到过 有人说他势在必得 嗯 那怎么办呢 他不在现场 对啊 啊 那么就 呃 他就跟我们的 呃 这个呃 副会长讲好 他电话 电话讲 现在他 到了 他里谁喊什么 他就 他说你帮我喊多少 怎么样 啊 啊 就也有这么 有心的 对 嗯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预展 他要过来看 是 他要先看过 他才 心中有个 呃 这个概念 然后有个预算 呃 呃 哪一些 呃 呃 希望如何 这样 呃 真有困难 其实我们在 呃 现场都有 呃 义脉组的义工 嗯 他们会 佩戴着义工的识别证 啊 你都可以 询问他们 啊 那有一些当然是比较是原则上的问题 他们就再不懂 他们也会向组长 或者辅导法师在提出 嗯 啊 那你只要留下电话 我们就会回复 对 所以我们想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第一次听到苏彦呢 如果心动呢 赶紧 不要忘记这个日期啊 11月4号开始的预展 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日期 那就是一连两周 啊 11月份的 前两周的星期六日 那第三周的六日就是 11月18号19号 就是佛光书宴啊 对 说到这里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 苏彦结束后 还有剩下的 那如果有的人 他真的是晚了 可能知道了苏彦那天 才知道 哦有苏彦 有拍卖 嗯 但他很有兴趣 那有没有可能会剩下的 他可以来 俗话说捡个漏啊 什么的 啊 这个 按照我们过往的经验呢 这些 那你有针对性去询问 我们可以帮你查 说啊 这件物品已经售出 啊 或者是说 哦 还好这一件有留下来 你要看 你有特定的 也许我们还可以帮这个忙 但如果你说 哦剩下的就留在那里 给我们再来看 这是 这是没有 不能的 所以说到 说回来哈 这11月4号的预展 真的是很重要 还是要来看 是 就是一共有四天 对 就两个weekend 对了 我想了 其实 你就来给我们欣赏 我都会很高兴 嗯 你不一定买 因为这些东西呢 其实 主要是我还有几位 我们负责的 就是特别用心的 证实到各国 那去把它收集回来 那所以说 如果你就是来看 跟我们讲 这个很漂亮 我们都会觉得说 这样对我们的眼光 还是很肯定 说出这点呢 咱们节目也快结束了 我赶紧问一个问题 这个 真的有很多朋友问 就是我们的素颜 办得这么好 我们也这么隆重的 推出这个素颜 为什么要三年 为什么不每年办一次 对 这个很多人问 还有人跟我们 有一些还是政府官员 跟我们打商量说 那你不然两年一次好了 其实我们是 一来我们活动很多 二来就是因为 它需要三年的准备 包含这些 一次又一次的试菜 节目呢 想了又想 你看这些收藏品 我要收藏三年 对 所以这个是不容易 要每年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办法 做到那么的极致 之所以它叫集大成 也就是因为 我们要三年去准备它 对 所以还是请大家 谅解呢 就请容许 给我们一点准备时间 要三年 这是没办法 其实呢 你说最后的时间 我以为你要宣布佛学会考 这个我来讲好了 就是说 虽然我们忙着树验呢 但我们其实也是很用功的 比如说 明天10月29星期天 钥匙法会 你看大店 这些钥匙灯 流离灯 都布置得很庄严 那明天就是了 早上10点 我们礼拜要是宝餐 上中下三卷 一直到下午 那然后 在下个星期六 我们不讲预展开始嘛 星期六那天 也是我们青年书院 第二期的节夜典礼 年轻人这个学习 又告一个段落 更上一层楼 那11月5号呢 早上9点半 一直到12点半呢 就是我们提早过 观音法会 观音菩萨的 这个出家纪念日 那么礼拜大悲惨法会 那么这个是 比较就下个星期了 那当时预告 就是12月3号 是佛学会考了 我们提早过法宝节 那么所以提库呢 我刚刚还拿了一组 给旅节 三套 有中文的 有英文的 有小朋友漫画的 所以听众朋友们 可以先回来 你把 你还没报名 不急 没关系 现在我们还有点时间 你把题库 就参考题了 带回家去慢慢看 另外还有网站版的 你可以上网去看 上网还可以练习 很方便 最主要是鼓励大家 有这个因缘 认识佛教 那你看看 如果大家 就是说 比较没有 这个听佛学班的 这个基础呢 建议大家 如果你看中文 你就看C组 那个叫常识题 叫佛教常识 你要看一看呢 你就会有兴趣来考一考看看 那我们在 在佛学会考之前 会不会有 专门的一期节目来讲呢 一定要 一定要 那当然 忙完树宴之后 可能会好一点 虽然时间是有点靠近 那么 尤其这一次 我觉得大家 自在参加也很好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 全加拿大五个道场 五个佛光山的道场 联合佛学会考 这也是纪念 加拿大建国一百五十周年 所以就一个叫 全国佛学会考 那大家敬请期待 今天我们的节目 真的又到了 是 那最后还是要 献上一首 很好听的歌曲 温暖 对 希望大家可以 通过这个歌曲 感受到 这个世间很温暖 那另外呢 观音菩萨的 这个出家纪念日要到了 观音菩萨的慈悲 也很温暖 我们一起欣赏 好的 那最后 我还是公布一下 我们的联系方式 我们的电话是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ca www.fgs.ca 好 谢谢顾师傅 阿弥陀佛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也许遇上狂风和巨浪 任天一盏灯 指引你靠岚 就让每道月光 照亮你心房 温暖 温暖每个孤寂的夜晚 载着坚强的信仰 可以飞越梦想的海洋 我愿就像风一样 我愿就像风一样 带你飞越幸福满满的海洋 让爱延续一盏一盏 温暖不简单 我愿就像风一样 吹拂你的喜怒 哀愁与孤单 让你的希望勇敢飞翔 就让真心放在 爱的穿上 随波自由自在的飘荡 也许遇上狂风和巨浪 任天一盏灯指引你靠岸 就让每道月光 照亮你心房 温暖每个孤寂的夜晚 载着坚强的信仰 可以飞越梦想的海洋 我愿就像风一样 我愿就像风一样 带你飞越幸福满满的海洋 让爱延续一盏一盏 温暖不简单 我愿就像风一样 吹拂你的喜怒 爱愁与孤单 让你的希望勇敢飞翔 我愿就像风一样 我愿就像风一样 我愿意孤单 让你的希望勇敢飞翔 我愿意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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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希望勇敢飞翔 我愿意孤单 佛光山佛光会 共同制作 佛光山佛光会 与您一起共创幸福人生